再來我請教你 有關於國大五號塞車這麼嚴重 請不是館長 你有什麼好的方法 替代方法你找好的沒有 你沒有成為專案小組 有怎麼來做嗎 你說我聽看看 還是請彼氏長說 請彼氏長說好 國民不要說 我彼氏長說 彼氏長是你最大的 最大的無聊 我聽他講 看他有堅持 要怎麼來趕緊來做嗎 請你說明 謝謝議員 針對國大五號連外道路 這個事情的解決 當然議員很關心 包括我們的台二 從貢寮一直到我們的大溪 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會持續來爭取 第二個就是 北宜直鐵 我們也會持續跟台鐵這邊 再來做一個爭取 再來就是說 對於這個連外道路的部分 除了上一次在專題報告的時候 有提到西巷的這個案子 當然因為他的經費比較高 所以包括在場的各位議員 也都覺得說可行性不高 針對這個部分 會後 我有找我們交通署林處長 來做一個討論 目前我們也會朝這個方向來做一個處理 也就是說 從國道五號 當然我們是解決是從省道的角度 去做一個快速道路 也就是說從國道五號出雪稅隧道之後 我們沿著他河岸的一條 一條溪流的高灘地 整個接到台二線 整個台二線 當然這個純粹是規劃 目前還要看他可不可行 台二線整個高架 比照西部濱海快速道路 那這樣子整個台二線快速道路 那看北能不能延伸到烏石港 甚至於在串聯議員所關心的這個 從共僚一直接到我們的大溪 整個這個是整個快速道路 另外東西巷的部分 從國道五號到南洋溪這個部分 我也建議我們要去做一個評估 就是說沿著南洋溪做一個快速道路 它的一個路廊就是南洋溪的高灘地上面 從我們的國道五號南洋溪這裡交會口 一直整個延伸到圓山山心 一直到大同 那這裡放了幾個閘道下去之後 整個西巷的 東西巷的就可以接通 南北巷的部分 也可以朝這個方向來做一個推動